生活指南 政策新规 去世分享 旅游贴士 还有什么是您想知道的 美地G委会网罗各类资讯 与您一起在路上知讯息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中文电台 给您带来的美地G委会 我是新尧 在去年年底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国家卫生统计中心 发布的两份最新报告发现 在2021年 美国每10万人死亡率 是从835.4人 增加到了879.7人 增加了是5.3% 美国人均预期寿命 则在2021年 从2020年的77岁 下降至了76.4岁 也是连续第二年的下降 也是为自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报告的主要作者指出 人均寿命的下降主要原因 是因为新冠和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 虽然说 0.6年的下降幅度并不算小 但是仍然是低于 2019年至2020年间的 1.8年的降幅 那数据显示 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下降幅度 大致是相同的 男性预期寿命是下降了0.7岁 从2020年的74.2岁 降至了2021年的73.5岁 而女性的预期寿命 则下降了0.6岁 从2020年的79.9岁 下降至了2021年的79.3岁 那如果是从种族方面来看 几乎每个群体的死亡率 都是有所上升的 仅西班牙裔和非裔男性的死亡率 是出现了下降 而亚裔群体的死亡率 则没有显著变化 那从死亡原因上来看 美国人的十大主要死因 基本上是没有变化 心脏病仍然是最主要的死因 其次分别是癌症和新冠 那唯一的变化是 慢性肝病和肝硬化呢 划分为第九大死因 流感和肺炎呢 则跌出前十名 那十大死因中的八个原因啊 死亡率呢 都是有所上升的 但是哈 新冠的死亡率啊 上升的幅度呢 是最大的 从2020年的每10万人 85例死亡呢 增加到了104.1例 那报告中还指出 新冠是美国人预期寿命下降的 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去年4月CDC的报告显示 在2021年 大约有46万人呢 是死于新冠 而药物过量哈 则是预期寿命下降的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2021年有10万6,699人呢 因为药物过量而死亡 那比例哈是为每10万人 32.4例 高于前年的28.3例 报告的作者指出 药物过量死亡呀 目前呢 是占美国所有意外死亡数量的 三分之一以上 其中呀 许多药物死亡呢 是由阿片类药物 特别呀 是芬太尼等 合成阿片类药物造成的 那总体而言哈 年轻人的健康问题呢 要比老年人少 正因为如此呀 他们的支付保险费率呢 通常有高胆固醇 高血压 或者是糖尿病等 已知健康问题的老年人要低 这也是年轻人 现在应该购买保险的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说哈 年轻人的健康问题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浮现 也将会被迫呀 为此支付更多的费用 如果说你是没有债务的 千禧一代 那么你应该感到庆幸 毕竟啊 这绝对呀 是属于少数人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 有近72%的千禧一代 都有某种形式的非抵押债务 那平均负债金额哈 高达呀 11.7万美元 如果说你不幸英年早逝的话 那这笔钱要如何偿还呢 你一定哈 不想让家人或者是朋友呢 为此买单 但是如果拥有一份人寿保险的话 那受益人哈 是可以呢 用于赔偿的 那也就是死亡抚恤金哈 用来还清债务 那在购买人寿保险的同时呀 年龄呢 并不是阻碍的因素 因为哈 有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保险 既能够保护家人 也能够保护你的银行账户 那在现在哈 这个高通膨的背景下 每个打工人哈 都期望呀 能够拿到更高的薪水 而随着时间的退役呀 大家呀 现在已经不太愿意接受一份 年薪低于7.4万美元的工作了 根据纽约联邦储蓄银行的 最新调查显示 求职者愿意接受的 新工作的最低平均工资呢 是从去年的7月到11月 上涨了794美元 达到了73667美元 那这也是哈 该机构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的 最高预期薪资 那这种增幅呀 在45岁以下的员工中呢 是最为明显的 因为呀 在疫情期间的辞职热 那年轻员工呢 在寻找更加灵活 更有成就感的工作机会 通过调查发现 薪资预期提高的同时呀 寻找工作的人数呢 也正在减少 那去年11月份哈 雇主对薪酬福利和晋升机会的满意度呢 是有所上升 全美的平均职位报价呢 也在四个月里 从60310美元上涨到了61187美元 但与此同时哈 大家对于通胀的担忧呢 是有所下降的 从2022年6月份 9.1%的峰值呀 是降低到了11月份的7.1% 那根据劳工局的数据显示 目前呀 全美的失业率呢 视为3.7% 也是接近哈 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几乎每个失业的美国人呀 都有两个工作机会 那在2021年的年末哈 美国的邻居呢 加拿大是宣布 禁止制造和进口销售的一次性塑料 也朝着2030年实现 零塑料垃圾的目标呢 是前进了一大步 那早在2022年的6月份 特鲁多政府呀 就宣布呢 将禁止和进口一次性塑料 并且呢 是从2022年年底哈 开始实施 给加拿大本国的企业呀 足够的时间 过度并且是消耗现有的库存 那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呀 很多国家呢 都陆续推出了禁诉令 而美国各州哈 也是陆续推出了相关的政策法规 来限制塑料制品的使用 那么大家对于身边的禁诉令了解吗 接下来的时间里哈 我们呀也一起来聊一聊 比如说呢 在2020年 纽约州呀 就开始逐渐的实施禁诉令 零售商店呢 将不再向消费者提供单一购物用途的塑料袋 那在规定下哈 商家呀是可以向消费者呢 有偿提供可以重复使用的袋子 再比如说在2021年的10月份 华盛顿州呀 对一次性的塑料袋禁令呢 也是正式实施 那这份禁令哈 将禁止餐馆 零售商 小商贩 和杂货店 分发一次性的塑料手提袋 而在更早的2014年的8月份 加州哈 更是成为第一个颁布立法 在全州范围内禁止大型零售店 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的州 那这个法案哈 要求在某些地方呢 对再生塑料袋 可重复使用的塑料袋 和可堆肥袋呀 实行最低10美元的收费 而在此前哈 加州州长呢 还签署了一项新的法案 从2025年开始 加州的杂货店呀 将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塑料生产袋 那该法案哈 也使加州呢 成为美国第一个 逐步淘汰收银台前 塑料袋的州 现在呀 必须呢 用可回收的纸袋 或者是可堆肥材料 制成的纸袋代替 还有呢 在美国 康涅狄格州 特拉华州 夏威夷州 缅因州 纽约州 俄勒冈州 和弗蒙特州 那这8个州呀 早已经呢 开始禁止使用一次性的塑料袋 但是哈 禁塑令在美国呀 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比如说哈 此前呀 已经发布禁塑令的一些州和城市 迫于呢 各种压力 不得不暂停 尤其啊 是一些塑料容器的禁止 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 此前呢 在俄勒冈州 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基都 都因为啊 遭到了反对 而不得呢 不暂停禁塑令 其实哈 说到了塑料制品 相信啊 很多人呢 对它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 不能否认的是 一次性的塑料的应用和好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塑料污染多年来 对海洋生物造成的损害 超出预期呢 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那在世界范围内哈 许多政府呀 是已经禁止一次性的塑料制品 许多国家呢 也是承诺 在未来的几年内 将会百分之百的禁止使用塑料 但其实呀 塑料制品呀 对我们生活和环境的影响 要远远大于很多人的基本了解 根据数据显示 人们每年呀 将大约32%的塑料包装呢 是泄露到了生态系统中 主要呀 会影响到水生生物 因此呢 在更大程度上 影响到海洋生物 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龟 受到塑料垃圾危害的影响哈 也是最大的 那这些碎片呀 是由塑料和化学成分产生的 这些成分呀 被丢弃在水体中 并且呢 被超过100万的海洋生物消耗掉 那与食物一起吃塑料 是导致许多陆生动物死亡的主要原因 而这呢 主要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许多流浪动物哈 会消耗呀 塑料碎片呢 来寻找食物 而有毒的化学物质呢 会严重影响到内分泌系统 因为呀 这些毒素呢 是很容易进入到人体的血液中 使用塑料释放的化学物质呀 是导致癌症 不孕症 先天性残疾 免疫力受损和其他许多疾病的原因 根据美国CDC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从6岁以上人群采取的尿液样本中 有93%都是含有呢 双分A的 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呢 有包括吸管呀 汽水瓶和水瓶 还有咖啡的搅拌器呀 食品包装等等 那有数据显示哈 全世界呀 每年会生产将近三亿吨的塑料 其中呀 有一半呢 是一次性的 每年只有10%至13%的塑料制品会被回收 那当塑料不被回收的时候呀 它们会在环境中持续呢 几个世纪 像尿布和咖啡豆 这样的普通家用物品 是需要500年以上的时间哈 才能够自然分解 那除了有型的塑料污染 制造塑料呀 是一个能源密集型的过程 会产生呢 温暖地球的温室气体排放 如果说没有任何减少的话 那到2030年 塑料生产每年可能会产生 1.34千兆吨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相当于呀 10万艘航空母舰 生活 学习 工作 休闲 娱乐 全新的节目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 全面的视角让您更好的知晓身边事 让您与信息达成亲密接触 美的居委会总想给您更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中文电台 旧金山AM1450 下图AM1540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美的居委会 接下来的时间里 新尧与您一起继续关注 今天美的居委会的内容 刚才新尧是与大家分享了一些 关于美国各种禁诉令的信息 还有塑料对环境的可怕影响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和新尧是有着一样的心情 我们确实是需要做出一些行动 那么我们也来共同了解一下 一些我们能够做到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首先就是要支持 你所在综合城市的塑料费和禁令了 再来就是在购物的时候要注意包装 如果你认为你支持的品牌 可以在减少塑料使用方面做得更好 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你的声音 比如说通过一封信的形式 虽然说比填埋场要好 但是回收塑料仍然是有问题的 首先一些常见的塑料 比如说购物袋中使用的低密度锯一锡 就是很难回收的 即使是比较容易回收的塑料 比如说水瓶PET 也就是锯对本二甲乙二纯纸 那它在回收的过程中也是会发生分解的 最终这些塑料只能被回收有限的次数 然后它们就会过于退化 无法再用于其他产品 而从气候的角度来说 生产塑料是有很大的碳足迹 所以说减少我们对塑料的依赖 也能够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 那在我们厨房中使用常见的塑料制品 比如说塑料杯盘子等等 它们可能含有有害的化学物质 比如说双方A和磷本二甲酸盐 那它们是与一些负面的健康影响有关的 包括癌症等等 而这些化学物质是可以渗入到食物中的 特别是当塑料被加热时 所以在烹饪的时候不要使用塑料 而是要使用玻璃瓷器 木材铸铁或者是不锈钢制成的盘子和锅等等 一定要避免加热塑料容器 和塑料袋产生的塑料垃圾 在家里可以很容易的储存剩菜剩饭 而不依赖塑料制品 也会减少食物的浪费 那从餐具和水杯到袋子和尿布 通过购买可以重复使用的长效产品 来戒除一次性塑料的习惯 诀窍就是啊 记得把可以重复使用的袋子呢 带在身边 并且是真正的使用它们 比如说哈 可以在汽车的后备箱里呢 放上可以重复使用的购物袋 那现在哈 有很多可以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呀 做的呢也是非常好看 甚至哈是有点时尚 那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哈 甚至呀可以作为穿搭的一部分 比如说有段时间 TraderJose的购物袋哈 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很多店面呀 甚至是一带难求 而塑料吸管呀 则是在地球海洋中 发现的最常见的塑料制品之一 如果说不小心吃到了它们 那对海洋生物 比如说鸟类和海龟 可能呀是致命的 所以说哈 大家呀可以在外出就餐时呢 选择没有吸管的饮料 或者哈 可以自己带一根 可以重复使用的吸管来代替 改变自己的习惯 它可能看起来啊是一个很大的动作 并且呢没有什么明显的回报 但即使哈是最小的动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也会大大增加 比如说在咖啡店 可以呢要一个陶瓷杯 那在商场或者是外卖点餐时呢 拒绝多余的包装 可以哈果断拒绝掉那些不必要的塑料袋 并且哈可以跟更多的人分享 有关呀避免塑料污染的一些话题 那在社交媒体上哈 也是可以呢来传递这些消息的 向家人和朋友呀 努力介绍这些解决方案 总之哈 我们呀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废物和塑料的使用文化 如果说不考虑各种因素的话 你最想居住美国哪座城市呢 那你选择的城市 是不是美国最宜居的城市呢 就在不久前呀 财富杂志呢 是研究了美国2000多个城镇 并且还是选出了 美国前25名最受欢迎的城市 其中呀 南加州呢 有两个城市上榜 分别是呈现的塔斯丁 和圣尼亚哥的圣马斯科 那财富杂志表示 塔斯丁呀 坐落在城县的中心 为居民呢 是提供了一系列绝佳的工作 学校和娱乐的机会 同时哈 还提供了世界一流的购物和餐饮选择 此外呀 住在塔斯丁呢 外出也是十分便捷的 可以轻松的前往洛杉矶 南加州海岸县 和圣盖博山脉 而另外刚才我们提到的上榜城市哈 圣马克思呢 是在圣地亚哥旁边 拥有着呀 近十万人口 那他一流的雪区 还有温和的气候哈 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居住的 那研究呢 是分析了五个类别的数据 包括教育 为老年人提供的资源 医疗财务状况 还有移居性 研究人员呀 特别关注了三明治一代的需求 他们呢 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 同时呀 需要照顾自己的父母 那根据估计哈 目前呀 约有45%的美国人 属于这一代人 那在这份榜单中 每个州呢 最多会选择两个城市 每个县和都会哈 最多呀 会选择一个城市 那么我们也来一起 共同关注下 25个适合居住的城市名单吧 密歇根州的阿阿博 德州的韦利 堪萨斯州的奥拉迪 俄亥俄州的梅森 北卡罗兰纳州的莫里斯维尔 犹他州的克里菲尔德 马里兰州的盖瑟斯堡 弗吉尼亚州的利斯堡 伊利诺伊州的西芝加哥 密歇根州的诺维 还有呢 新泽西州的西温沙 加州的塔斯丁 缅因州的南波特兰 密尼苏达州的伍德伯里呢 也是榜上有名 另外呢 还包括新泽西州的帕西帕尼 特鲁伊山 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 德州的唐城 爱荷华州的爱荷华市 密苏里州的马里兰高地 加州的圣马科斯 那华盛顿州的瓦拉瓦拉市 另外哈 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 克罗拉多州的泉州 北卡罗来纳州的斯泰 茨维尔 还有呢 是南卡罗来纳州的莫德林 最近呀 芬兰呢 一向基于注册 全国回顾性 面对研究显示 突发性感应神经 听力损失 与接种新冠疫苗无关 那与新冠病毒哈 也是没有联系的 那这种疾病哈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 严重疾病 在高收入国家呀 每年每十万人中呢 约有五至二十人会受到影响 其中呀 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的病例呢 在几周内的听力是可以恢复的 之前呀 在以色列进行的一项 基于人口的研究表明 这种疾病风险增加 与辉瑞疫苗之间哈 可能呀 是存在着关联 因此哈 有研究团队 在2019年的1月份 至2022年的4月份呢 是分析了550万 芬兰居民的数据 那其中哈 2015年至2018年期间 被诊断出 该疾病的居民被排除在外 那在新冠大流行 在芬兰开始之间 每年每十万人中呀 会有18.7人呢 被确诊该病例 那分析中对日历时间 性别 年龄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其他慢性病 以及初级保健就诊次数呢 是进行了调整 那研究人员指出 研究中呀 有些问题呢 是要考虑的 部分人呀 可能被错误的 被归类为未感染者 因为呢 他们可能已经感染 但因为没有进行测试证实 另外呀 突发性感应神经性 听力损失 是根据临床医生的诊断来定义的 并没有一个标准化的定义 那总而言之哈 就是这种疾病发病率的增加呀 与新冠感染之间呢 是没有关联的 好了 以上呀 就是今天 美地就与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这里是美国中文电台 我们下期再约 我们下期再约